好 接下来全球现场关注土国的强政了 目前超过三万人不幸罹难 其中接下来这个照片在全球各大媒体疯传 看了让人相当的心碎 更多重点我们时间交给真容 好 这一节全球现场我们持续带你来聚焦的 还是土耳其跟叙利亚的强政在12号这一天呢 就已经迈入了第七天 当然现在相关的救援工作都还持续在进行当中 但是呢这过程当中真的发生了非常多令人心碎的故事 我们就先带你来看这张照片 目前呢还持续的在网络上头疯传 这是有一名父亲呢他身穿橘色的衣服 那么他就呆坐在这个瓦礼堆上头 不过他这一只手仅仅牵的是他15岁女儿的手 这张照片呢也被一名当地的记者给拍了下来 现在在网络上头疯传 但是呢其实他的女儿身困在瓦礼堆里 没有办法第一时间的逃出来 早就已经没了呼吸心跳 这个父亲呢他事后也接受媒体的采访 他表示由于女儿他的腰部以下都是被石堆给压住的 政府在第一时间也没有办法派机具来救援开挖 他独自一个人呢凭他一己之力 也是没有办法把女儿给拉出来的 所以当时呢他就看到了在现场拍摄的记者就跟记者说 希望可以帮他的孩子拍一张照片 没有想到这张照片呢也是父女俩最后的合影 好这名父亲就表示其实当时他的女儿是回到老家去探望奶奶 但是遇上强症 他一听到这个消息呢就立刻也赶回到老家去 但是一直等到地震 发生了三天之后才找到女儿 这场灾难不仅让他也失去了女儿 还有年长的母亲跟两名哥哥跟一名嫂嫂 而同时间呢在整个房子都被震毁之后 他目前也是无家可归的状态 拍下这张照片的法新社记者叫做阿尔丹 他说呢他从夜41年来拍过了数十万张的照片 但他表示呢过去所拍摄到的作品 跟这一张照片的重量都是没有办法相比的 好现在土耳其跟叙利亚的强症呢 目前的最新的死亡数字已经超过了33000人 尤其是在内战威胁的叙利亚这边的救援进度 更是相当的困难 由于当地呢是有一些部分地区 是遭到反抗军控制区受灾是更为严重 当地非常多的救援是没有办法送进去 这个被内战给蹂躏的区域 因此人道的团体白色头盔 他们扮演的角色就是相当的重要 五天以来是努力不懈接听了很多的电话 来拯救人民 白色头盔的成员都是来自于民间 其中有非常多的专业人士 包括了工程师跟药剂师 他们在反政府的受灾区的救灾工作 目前已经拯救了数千人 可以说是非常的伟大 好 不过呢 其实多国都前往救援 但是呢 在叙利亚这边的救援进度 就如同我们刚刚说的 是非常的困难 主要呢 就是因为当地的内战不断 让救援的工作大大受阻 而现在呢 大陆的官媒 他们也在批评美国 因为他们批评美国的事 指出美国 因为他们的制裁 叙利亚的关系 导致叙利亚现在面临的是 非常严重的人道危机 而大陆官媒呢 也贴出了这个讽刺的漫画 有一名呢 他们画出来的这个 身穿西装笔挺的男士 他在接受媒体的采访的时候呢 可是他的身上 是沾满着鲜血 可是透过镜头 好 你一看 看起来是一个很爱好 和平的模样 似乎呢 这个官媒 他就是在批评美国 其实是表里不一的状况 没有在第一时间 就对叙利亚解除制裁 所以也导致当地发生 严重的人道救援上头的危机 好 当然现在呢 美中之间的交锋还在持续 而现在根据CN的报道 美国空军在当地时间 12号下午 在密西根这边的 休隆湖附近的空域 第四度设下一个不明的飞行物体 And found this object that was going from Wisconsin over into Michigan Now there were concerns about the height of this aircraft it was flying at 20,000 feet and also its path so there had been concerns about what it might mean for civilian aircraft but officials say that it did not pose any imminent threat to people on the ground but ultimately President Biden followed the advice 好 其實呢 美國在八天前 他們就擊落了大陸的偵查氣球之後 儘管FBI的檢驗報告 目前還是沒有公布的 但是最近三天在每家的空域 每天都擊落一個不明物體 目前了解到的是 這些物體都比之前擊落的 大陸的偵查氣球還要來得小 同時這個飛行的高度也是比較低的 但是呢 這四次的任務都是由美軍 他們出動戰機來擊落的 當然了 現在這個氣球事件呢 也引發了中美關係比較緊張 那大陸的山東青島的 吉末區的海洋發展局 現在也證實說 12號晚間在山東的日照附近發現一個不明的飛行物體 他們表示也正式準備要擊落 而且還通知附近漁民的安全 根據多家大陸的媒體的報導 12號大陸的網絡上頭就傳出這一份 是給當地漁民的通知 表示接獲到官方的通知 日照附近的海域 目前有發現到的是不明飛行物 還在準備擊落當中 那麼目前具體的位置是東京120度51分 北尾35度37分 也提醒當地的漁民漁船都要注意避險 如果說有降落物掉在漁船的附近的話 也要請這些漁民幫忙打撈拍照來取證 而持續關注的這個國際焦點是日本的福島縣 現在又有漁類的這些產品 驗出有放射性的物質超標 當地的漁業聯合會就發布了這個消息說 在福島縣這邊附近的海域 捕撈出的鱸魚的體內 現在檢測出有色超標 那麼當然也是超過了自行設定的安全標準 所以當局就規定了 當地捕撈的這些鱸魚 即日起都是不能上市的 日本福島漁業組織 最近從福島縣捕撈鱸魚上岸 卻發現鱸魚體內的放射性物質超標 鱸魚體內含有的放射性物質色137 達到每公斤85.5倍克 超出福島縣漁業聯合會規定的 每公斤50倍克 雖然沒有超出日本政府的標準 但聯合會仍宣布 即日起暫停販售當地鱸魚 這恐怕導致漁民謀生更加困難 福島核災發生後 附近的海域遭到輻射污染 多達44種水產 因為放射性物質超標遭到禁止上市 雖然2020年2月之後 這些水產得以恢復上市 但當地漁民出海捕魚的次數 卻一直受到限制 但當地漁民出海捕魚的次數 也不是本地漁民 色137是金屬色的同位素之一 具有強烈的輻射性 可以殺人於無形 一旦進入人體可能會引起 造血系統和神經系統損傷 非正常生育甚至絕育 嚴重的還會喪失性命 接著綜合報導 他是澎湖福澎喜萊登酒店 推出的海皇鮑魚干貝EXO醬 小小一瓢啊 可是有大大的學問 裡頭有很多像是呢 這大干貝 就有很多像是這20多種的胺基酸 其實對於你人體之間是非常有效的 因為它裡面有稠蛋白 也是加分在加分